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展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亚裔发声 推广众小商业发展 请看李维华先生的每日社评 我看天下大小事 华亚裔选民请您站出来和德州亚裔选举联盟成立 当美国期中选举正在如火如荼之展开 一群热衷于参加投票之 华亚裔选民周六召集首次集会 正式宣告成立亚裔选举联盟 让我们大家共同为此联盟之诞生 表示由衷之祝贺 这个由杨德卿、黄登陆、凯文阳等 共同倡议之组织得到社区非常大致反响 成立大会当天邀请了哈里斯郡玄武办公室 黄思贤小姐主讲玄武近况 并邀请了陈卓刚、封建伟、徐建勋、陈科等社区领袖到场讲话 他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当前华亚裔选民参政投票之重要性 老实说今天在美国的华亚裔人士20年之情况已经大不相同 况且我们也因为世界局势之变化 而使我们在美国社会之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过去自扫门前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以选票来表达我们的证件 根据官方记录显示 哈里斯郡登记之华裔选民只有四万六千人 这个数字简直令人不敢置信 我们当务之急必须做选民重新登记 选票和钞票是决定选举之两大因素 我们尽望亚裔选举联盟任重道远 为我们争取权益 请不吝点赞订阅